我蛋糕就吃了四十块了 天哪 我跟你说 你吃得下 完全无恶性的 吃得很不得了 你知道 为什么咱们食堂天天有这个吗 因为我爱吃 我跟你说 嗯 那个 上午我让前面不是去趟农远 盯着郝伟辞职 一会儿我上楼签个字走个程序 那恐怕你得跟林强打个招呼 在他的辞职报告还没有批下来之前 开关的事还得关起来 那是 那是 这么说 一定 他还是联众银行的员工 对对对 这孩子 早上啊 我和老爷子去碰了一下 老爷子说他准备准备 周开董事会研究你的人命 这孩子不是人命 应该是研究我的辞呈 你啊 偷虎 你说错了 你们要把我炒了呀 我看老爷子的意思是想让你接我班 我就提前退休了 这对咱们银行 特别是对你 对林强 都是好事 行政跟朱凤山的人命 本来就归你管了 你自己决定吧 兄弟 兄弟 联众银行 这片江山以后就是你的了 我体面了 也就是给你自己体面 联众这江山始终是老 对对 我有个小窝就行 但是必须是我自己的 至于你要的体面呢 搞咱们这好 只要是手脏了 就没有体验可以了 体面是自己给的 药是药的 手脏不脏 你说也不算 对 我说了也不算 对 别跟盯贼似的 我拿走的都是我的私人用的 那我送给你 也是 你就算也邪了 我个人讲呗 放在你这儿 你不觉得占地儿吗 这是我工作日志 对不起 这个得留下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行长的私人物品 这样 你 你再搜搜我的身 好吧 来 来来来来 搜搜 要不这样 我正好要到顶楼去开会 你索性帮我把办公室收拾 哪些没问题的我能拿走的 你就放到门口 一会儿我自己办 好吧 好 那得罪了程尔 我尽量少动 规计我懂 你最没规计 程尔 我没有想为难你 我想挽留你 我了解董事长 他是气着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放下身段 现在银行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一下子这么多人辞职 您让他怎么办 您和他已经配合了那么多年了 要我说这东西也别收了 你们二位坐下来好好把话聊开了 我们底下的人好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掀了他的牌桌吗 不知道 因为我只认规矩不认庄家 你想啊 连牌桌都掀了 那各家手里的字 不都亮明白了吗 记住我说的话 昨天 刮在咱们内网上的三封四支邮件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听有人在说 这三封邮件 像是三吨炸药 有可能炸毁了联众银行 开什么玩笑 联众银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开的 我们是股份值的商业银行 是有上万名员工的银行 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两个人的辞职 让银行解体 关张 这地球离了谁都转 这座大楼离开谁 都会毅力不倒 在这耍流氓 没有用 人力资源部 会在最短的时间 研究决定人事变动 你们不用再底下叽叽喳喳 今天在做的 大多是银行的老人 银行的支柱 我一部分是一直跟着我的 有一些是近几年提拔上来 我希望你们要有定力 这不是什么要命的事 这就是普通的人事任免 大家要对联众银行有信心 我们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下面我说一下 文虎集团诈骗案的事情 这个案子 目前由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谁的责任谁来担 我们是法治社会的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绝不会放跑一个坏人 但是我们银行内部有些人 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直在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拉帮截火 打击异己 还有人煽风点火 这种人是不识好歹 骂人哪 心法乱 他们要想毁了联众银行 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一定会把你们清除出去 当然 我们也要好好地检讨自己 文虎集团诈骗案 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的监察制度有漏洞啊 是不是监察部工作不利 我宣布 从即刻起 监察部的所有工作人员 立即停止一切工作 等待改组 董事长 监察部不能停 我说了监察部停止工作吗 我是要你停止工作 回家去好好反思有没有错误 行程报告上交董事会 口口声声独立调查 你们要脱离总行的管理吗 想话吗 陈副行长来了吗 这儿呢 在这儿 陈副行长什么时候坐到后面去了 来 上前面来吧 找什么啊 连把椅子都没有 钱包丢了 椅子 陈副行长 你是昨天这个事情的始作庸主 是 你跟大家汇报一下思想 有事会上说 不搞阴谋论 那我就站着说 我 我记得 只有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让我上去 承认错误的时候才是这样的 这密码陈行也没讲啊 那你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这么大个银行找不到开保险柜的吗 哎 行 你给我调几个人 去监察部门扣手着 把他们的大门 还有保险柜 还有档案柜的钥匙 全部给我扣起来 只准他们带私人物品回去 私人物品也给我查清楚 要是漏了一张纸你就别干了 冬儿 来人咱拿手站 我自己过去